我们一共有情绪卡、行动卡、情境卡及辅助道具 首先,同学讲述最近遇到的困难 老师引导同学选出情绪卡牌 同时向老师讨论情绪及想法 老师依据情况引导学生选出适合的行动 介由讲述的过程中,一边使用卡牌更能让老师理清状况 老师也介由卡牌了解学生,并且引导学生和提供建议 而学生也在过程中加深表达能力及对情绪的认知 老师介由卡牌更方便能和特生沟通 他虽然如表达能力没有那么擅长,也可借由卡牌 让老师更清楚学生的想法 学生在辅导过程中更能学习到自身的情绪 首先由主持人抽取情境卡 每人依照情境挑选各自的情绪卡 并讨论选择情绪的缘由 接着每人依次选出各自行动卡 主持人引导讲述挑选行动的缘由 最后互相讨论建议的行动 不论使用可让同学们更生动且快速的带入游戏 卡牌基辅具的帮助让同学们更能表达自我 探索置身与他人差异时 也能加深情绪及应对方法的认知 最后同学借由互相激浪的过程中 相互学习情绪的控管 以及更适合的应对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